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人物是作家颜歌凌 一个这么美的女人 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 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 高晓松这样评价颜歌凌 眼前的颜歌凌轻瘦,肌肤白皙,眉眼细长 穿印花上衣和素色短裙 接受采访时,颜歌凌吐字有些慢 脊背始终挺拔 很难从娇好的面容看出她的实际年龄 也难从这份平静中看到那些暗流汹涌的往事 1958年生,她是从动荡时代走出来的人 如果你稍有留意会发现 属于特定时代的厚重枷锁 往往赋予那一代人极度追求自由的热情 知识分子尤甚 追求自由的基因刻在颜家人的骨子里 《鹿饭烟石》里 故事从孙女我的口吻缓缓到来 刘过阳的陆博士被牢狱锁了大半辈子 经历时代层层冲击 故事里有祖父颜恩春的影子 祖父更决绝 在山河破碎时不愿攀附他人 最终选择自财 颜恩春的儿子颜敦勋 是作家萧马 亦是颜歌凌的父亲 在对颜歌凌的教育中 他更注重自由度 从不去限制女儿的阅读 颜歌凌想学小提琴和舞蹈时 他会想尽办法带女儿四处求师 倘若其间颜歌凌选择放弃 他也不会多做干涉 作为小说家 这样的成长经历 给了颜歌凌很好的养分 小时候颜歌凌身体孱弱 以外婆的话来说 吃不香也睡不沉 然而他极爱读故事 还爱和同龄人分享 那时常能在大院里看到 孩子们围坐成圈 十来岁的颜歌凌被围绕其中 兴冲冲地讲述茶花女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 和别人不同 他讲故事不照本宣科 常常说着说着便悄悄按照自己的喜好 形成他自己编造的版本 对于颜歌凌而言 文学创作是需要自由的 直至如今 每天早上九点 颜歌凌总会准时夺步到书桌旁 关掉手机 埋头写到下午四点 其间他不和别人交流 把整个世界屏蔽在外面 他平时很少用微信 也不发微博 不看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屏蔽外界冗杂信息 是他捍卫创作自由的方式 另一种捍卫自由的方式 是尽量少地接受编剧工作 颜歌凌常被人邀作编剧 来访者不乏陈凯歌 冯小刚这种大道 但在颜歌凌看来 能不接就不会去接 影视剧中 编剧需要听从导演和制片方的双重安排 这会损失创作自由 他只钟情于小说创作 无论是剧情构造 一或时间都能自己掌控 他曾告诉媒体 我是酷爱自由的一个人 对自由的追求 体现在颜歌凌生活的方方面面 丈夫劳伦斯沃克是外交官 多年来 夫妻二人旅居过很多国家 中欧 北美 非洲 在颜歌凌的印象里 自己似乎一直在路上 我永远不属于社会主流 而是一个清醒冷静的旁观者 他将自己比作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生性浪漫 不融入主流 颜歌凌也同样 他觉得自己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边缘人 对这些年踏足过的每一寸土地 他都是外来者 在颜歌凌的身上 似乎总暗含着一股劲 这些年来 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欲 长篇小说二十二部 短篇小说七十余部 当时电人物质问他 如何保持旺盛的写作状态 他说 我不写是难受的 每天写作能够使我感觉到 生命力在那一刻是凝聚的 他对创作有无可比拟的热情 长期浮按写作不容易 写出想要的内容时 他会感到无比快乐 创作陷入瓶颈时 又会焦虑不已 在镜子前多站了会儿 晚饭耗费时间太久 都会成为他对自己不满的理由 他在散文一天的断详里 自我评价 每时每刻 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 和朋友交流时 颜歌凌也曾交流过这些烦恼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朋友没等他反应 自顾自地下了结论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知识分子听到这样的评价 多半会恼怒不已 拂袖而去 颜歌凌不但没脑 反倒笑了 他立即开口 对极了 童年的颜歌凌 与父母住在安徽坐协大院 四岁便跟随母亲 参与当地诗歌会 小城市的诗歌会 是达尔文世界 在颜歌凌眼里 人们对有名望的大诗人 谄媚又暗藏敌意 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 表面追求淡薄 按理谋求成功 反倒耗尽精力 他毫不掩饰地告诉那位 指出他太想出名的朋友 自己从四岁开始 就最新功名 二十八岁时 他曾在散文中写道 我从童年少年 直到如今 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在躲避 做一个平凡的人 颜歌凌同样意识到 这一切都需要靠自己去证 没开始写作时 他的职业目标是舞蹈 那时他还在部队 每天早上六点固定时间 部队需要跑操 为了做到更好 他会在天位大量的四点半 轻手轻脚地从床上爬起来 独自在练功房里 压腿下腰练丝功 到了1979年 他开始写作 写了几首小诗都发表了 那时他十九岁 隐隐约约感受到 除去芭蕾舞之外 人生还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 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不再想老老实实 做个舞蹈演员 不再从早到晚 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 毫无指望地蹦呀蹦 从业余写作者 转为职业作家 从小诗变成长篇小说 实际经历的路程 远比人们想象更艰难 职业作家意味着 需要职业训练 媒体常爱提起 他的那段艰难时光 严格林三十岁才出国 小有名气的作家 跌落云端去洗盘子 做保姆 经过一年多苦读英文 从指挥ABC的水平 到美国研究生英文测试 拿到五百七十七分 这些事掰开了揉碎了脚 都在印证着 严格林对自己的狠 他常年失眠 深夜时分 天地都变得静谧 所有人沉沉地 进入黑田梦乡 仿佛被一艘大船 渡到安全的港口 只剩他停留在原地 如何努力都全无睡意 第二天 严格林人会 雷打不动地坐到稿纸前 有时 头疼得难以忍受 像是女人临盆的阵痛 疼得好像有什么 要从中免出来似的 能写完长篇书稿 交给出版社的编辑时 他却显得云淡风轻 绝口不提写作过程的艰难 这样的坚韧 有些像他书写的女性角色 柔弱外壳下 拥有常人 难以想象的忍耐与毅力 倘若有人夸赞 小说文本流畅 仿佛一气呵成 他会在心里暗自吐槽 天晓得 录制《圆桌派》时 严格林穿干练的深色衣裙 微卷的头发竖在脑后 最挑剔的人 也无法说他不美 年过六十 皮肤依然紧致 体态远比同龄人年轻 这源于每天锻炼 与游泳的结果 这期圆州派的主题是 对自己狠的女人 同桌的蒋方舟 接过前辈的话题 说自己几年前 曾采访过严格林 问他最欣赏的女性是谁 那时严格林 给出了意料之外的答案 希拉里 严格林笑了笑 主动做出解释 他曾和希拉里 有过一面之缘 近距离看 他发现这位看上去 格局很大的强大女性 也有柔弱与疲惫的一面 这是得使着多大的劲 这种劲打动了他 他是这样的人 欣赏这样的人 书写这样的人 写这样的人 严格林曾向媒体 分享正的哲学 我觉得我花的钱 和我所享受的时间 必须是我自己挣来的 包括爱情 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 得到什么 如果说 职业作家的必备条件 是对自己的狠劲 必不可缺的 还有天赋 与对生命深刻的理解 陈冲与颜格林 是多年好友 又同样 有留学经历 某档节目里 主持人杨岚 问颜格林 有什么小缺点 陈冲打趣 他很注重衣物饰品 非常舍得花钱 但当谈及颜格林的书写 陈冲的评价是 他的确是一个天才 也有屁股功 只要把几个字 放在一起 你就会看到一个景 一种味道 八十年代末到美国后 颜格林念的是 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是该校一百多年历史中 第一个外国学生 在小说写作的课程中 美国老师最常说的 Let it happen 调动所有感官 去连接一个个画面 颜格林很擅长 营造这样的画面感 比如写白蛇 曾风华绝代的 舞蹈家孙立坤 被关押为囚 白娘子式的人 裹上世俗脏污 男人们爱他的美丽 爱他的风骚 而毒辣的眼神 爱他的长颈子 肩下巴 流水一样的肩膀 除了他自身 他们全爱 在孙立坤最颓败时 遇上了一位俊俏青年 孙立坤全身心地爱了 却发现 这是乱世里 沉重荒谬的骗局 故事的结尾 写到离别的场景 孙立坤多年不见情人 再相遇 却是在对方简陋的婚礼中 严格林没有大肆渲染 离别之苦 而是用忌惮的情绪调动 孙立坤抬手 将昔日爱人的发丝还原 对面那人 抹去他皱纹中的泪水 二人心知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孙立坤在心里 默默唤了声对方的名字 在唇齿间回荡 故事戛然而止 准确细腻的语言 极强的画面 源自他的书写 是对故事的长久凝视 严格林的创作类型 多是军旅题材 源于自身 十几年的部队经历 《路犯烟史》里的老几 融合了祖父的故事 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田苏菲 影射的是母亲 《芳华》里的萧穗子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改编于颜格林自己的故事 电影里 萧穗子爱上了出自干部家庭的陈灿 却被社长夺爱 萧穗子的爱意被揭露 遭到领导公开披露 在我们的时代 早恋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一旦是恋爱了 会有把柄被人抓住了 这就不得了了 天都塌下来了 这源于颜格林的初恋 内心情感丰沛的少女 小穗子 爱上了部队军官 写了160封情书诉诸情谊 没多久 少女青涩的好感 却被那位军官拿去 为心上人献媚 在她体验过的生活里 她写着熟悉的故事 在她没有体验过的生活里 颜格林会抽丝剥茧 一步步还原相关故事的 细枝末节 写小姨多贺 为了把握主角的性格 她到日本长野县的小山村 住了三次 花费高薪请翻译 观察当地人的礼仪细节 写《妈格》是座诚实 最不可能是赌徒的颜格林 跑去澳门赌场 一输就是几万块 感受赌徒的心理 这样的提前观察 所耗费的精力 物力 书籍出版后 得失难以相抵 成本我是不记得 那么图什么呢 不能出版也好 这是我一辈子 必须要写的 她说 有人说 故事靠编织 有人说 故事靠体验 体验派演员尚有 体验派作家 且鲜少能见 和颜格林同行的 格飞说过 在这个生活经验 日渐趋同的社会里 颜格林这种 体验式的写作方式 非常超浅 且值得学习 颜格林 今年六十一 和很多女性不一样 她没有很强的年龄观念 和我们聊天中 她坦言 衰老没有什么好处 同时 她并不抗拒衰老 她想了想 对于任何状态 老的 年轻的自己 都要接受 不要去做那种 逆天的事情 因为这些 都是徒劳的 年轻时 颜格林怀疑过自己 不结交朋友 因为质疑 自己的社交魅力 喜好穿着 是对容貌 不够自信 她也从不把 自己的作品 推荐给别人 那时 我认为 她们全是些 辜负我的东西 因为觉得 极度很丑陋 哪怕遇到背叛 她也会装作大度 去压抑自己 随着年龄渐长 她反而觉得 应该真实面对自我 别总想把自己 拔高到某个水平 做不到 就别装 有人质疑 她笔下的女性角色 做低服小 既需包容 又要忍耐 颜格林 着实有些冤枉 她说写的女性角色 多数出于家族里的长辈 祖母和爷爷自杀后 扛起这个家庭 母亲在母亲离开后 已承担起家庭的担子 在颜格林看来 这是更彻底的女性主义 以最柔软的姿态 去反抗 扶桑中 年轻的娼妓受尽苦楚 文中有句话是 她跪着 却宽恕了 所有站着的人们 颜格林的作品和人 有着极大的反差 下笔时而很辣 真实生活里 每个接触过她的工作人员 都只记得她的温和 很少动怒 她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 早年的跌宕经历 让她将目光 放在生活里的简单美好 当我们问起颜格林 有没有哪一刻觉得 活着是件既无奈 又美好的事情时 颜格林否认了这种情形 我能从各种各样的地方 找到乐趣 读一本好书 都会觉得特别特别地开心 如今 她更爱与动物相处 她能清晰地感受到 它们与人的不同 通灵性又不懂掩饰 哪怕是一只小黄雀 都是那么地有性子 那么带有唯一性 和不可重复性 这样的细碎感受 被她写进了散文集 《穗子的动物园》 也正是在这本书里 她不再去写浓烈的爱与恨 描绘出万物有灵 她已经意识到 要将生活处于游刃有余的状态 留出时间与精力的限度 颜格林以游泳做比较 如果原来一口气能有两千米 现在只游一千米 让我想到 前阵子心惊爆去采访她 记者问道 到现在这个年纪 你还有对文学的野心吗 颜格林给出的答案是 我从来没有野心 唱作一定是在自由自在 在最舒服的状态下完成的 她笑起来 唇角勾勒出浅浅糊度 不要有任何文学以外的杂念 那些都属于新经理说的 颠倒梦想 是要远离的 会请不吝点赞 或者请永远离的 种植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